她是山东举线人 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 她曾担任国家建设部 城社建设司司长和标准定额司司长 她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 中国济南市市长杨鲁玉博士 杨市长非常欢迎您 想问向您这是第几次出访美国 第三次 第三次到美国 前两次是 前两次 第一次可能就比较早了 有大概十几年前了 上一次呢应该是三年前 那您这次访美呢 是为了出席中美友好城市交往35周年的高峰论坛 即颁奖典礼 那济南市呢这一次获得的是青年交流奖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济南在青年交流方面的一些心得和一些重要的动作 我们济南市和美国的撒克拉门多市建立了友好城市 今年正好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呢 这个两世的友好往来呢发展的一直很好 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尽管有多个领域还有社会各界人士都有交往 但是我们更注重呢 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呢 那么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呢 开展了一些很有吸引力的活动 比如说青年大使的互访 还有我们参加一些两世 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 比如说举办艺术节 两世的交响乐团 合唱团互访 这样的都给我们这个青少年啊 他们之间的交往呢 打造了很好的平台 结好这么多年来吧 大概撒克拉门多市啊 组织了有近五十个团组 到济南市 我们济南市呢 也组织了有近二十个团组 到沙市 而且还参加了 这个全美举行的和平师科比赛 这项活动 这个济南市呢 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城市参加 我们在市里边组织了 三千多个中学生啊 这个海选 最后参加比赛呢 有两个人获得了最高奖 所以沙市的市长来给他们颁奖 非常好 这样呢就是 首先从孩子们开始 建立起两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友谊 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那这个诗歌比赛的话 最后也是用英文的诗诗 非常好的 对孩子们未来的这种国际视野啊 和语言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是的 所以孩子们也非常感兴趣 他不仅参加了这项活动 而且对他们学习英文呢 是个很大的提高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的是 您和这个友好城市就是沙市 他是怎么建立起这个友好关系 就是起源或初衷是怎么回事 然后怎么样就是一路发展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 能不能回顾一下 这个时间就久远了 因为我们俩是结好三十周年了 今年 因为起源是从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 八四年开始 据我所了解呢 是原来萨市的议员们提出 这个通过我们 驻旧金山的总领馆签项 然后和济南市呢 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联系 等于说他们先看上了我们 应该是这样 后来呢他们这个议会 也专门做出个决议 要和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结好 后来到了八五年的四月份 首先呢在美方 就是在萨市呢 先签了约 当时他们的市长亲自签的 然后到了五月份 又在济南市 有正式签约 当时有济南市的市长签约 从此以后呢 两市的交往就不断了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济南的人民 就一提到这个萨克曼托市 都已经觉得很熟悉了 说这是我们海外的一个好朋友 是吗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友好城市 非常好 非常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您这边的话 估计也是刚刚参加完 中国的两会 那济南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然后呢又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非常的开放 然后也非常有文化背景 那可以问一下 它未来的这种定位和 就是如何去招商引资啊 或者是希望吸引海外的这些游客 有没有什么打算 有 这个济南市呢 要建设成为区域性的一个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呢 那不仅要增强它的硬实力 要增强它的软实力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 能够呢从转方式调节构 转型升级 来壮大济南的经济实力 为全面发展的打下基础 包括改善民生啊 打下基础 那么我们还要建设好 我们的美丽的全城 因为济南呢 也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 有2600多年的建成史 同时呢 它又是著名的全城 在济南城区里边呢 坐落着大大小小上千个 这个民权 特别在中心城区里 四大民权 那是享誉中外的 这个泉水流出来以后 汇到沪城河又流进大明湖 构成了我们济南山泉湖河城 我这时候特别想起有句话 是环珠葛葛里面 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 什么夏紫薇吗 对对对夏紫薇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有没有一个想法 比如说像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民体 你开一个小的这种窗口 或者旅游栏目 来专门的系统的 把我们这种美景啊和文化 去展示出来 有 我们济南市呢 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现在呢我们结合着这个 新区开发 旧城重建 这个进一步呢 把我们的这个城市 包括呢 深厚的文化底蕴 还有一些呢 符合当地特色的一些旅游项目 能够充分的展示出来 我们在新客栈 就是我们的新客栈 高铁栈 现在正在建设一个 大的旅游服务中心 不仅把济南市的文化古迹 然后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在那要展示 还有旅游线路 同时呢 还把我们济南城市群 这个周边的这些城市 来自整个山东的 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 和文化古迹 都在那有个展示 就是为了推动旅游的 进一步的发展 是吧 当然我们更希望 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 完善我们的网站 是国外的朋友 特别是美国的朋友 我们友好城市的朋友 能够更多的到济南来 非常好 我们刚好也有叫 游在中国和游在美国 两个节目 都可以来宣传 我们济南的美景 然后那最后的话 也是希望您跟我们 ICN国际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来分享一些 就是您现在想跟他们 说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好的祝福 之类的 非常感谢 一些国际卫视的观众 听众 然后我有这次机会 能和大家在屏幕上 和大家相见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际卫视 办得非常好 很有特色 很国际化 我们也愿意利用这个平台 是要进一步的推进 我们济南市的对外开放 和加强的国际的友好交往 希望我们这个朋友们 也能不能有更多的了解 济南市 欢迎你们到济南市做客 非常好 那观众朋友们 你们想去济南旅游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找我们养市场 看看您的有没有足够的精力 来照顾我们这些海外的热情的 投资者也好 还是旅游者也好 我们都欢迎 因为如果我没有时间 但是我们很有 有很多部门 我们有旅游局 有外事办公室 还有很多 都愿意为大家提供服务 是 已经非常的完备了 放心 我们都会那个小的事情 都去打扰您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祝愿我们的全城济南呢 在未来的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 会越来越顺利 然后也祝我们家乡的人民 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感谢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See you later Next time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